站住 给我站住 金沫 这个孩子名叫武艺 他是你哥哥的遗孤 我也是花了几个月才弄清楚的 这个孩子跟着一个单身女人 吃不饱 穿不好 我这心里就过不去 爸 你放心 既然是大哥的孩子 我一定会拿回抚养权 把这孩子带回旗家的 看样子是有人佩服 站着天主模拟 你谁啊 我是那个 抱歉 抱歉 来人 你没有是谁啊 原来你在这儿啊 您看 把我的曾经退 再给我背一辆穿 我要去见一下我的小学生 顺便 我也会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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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医药费 一分都别找上 大哥 我刚才真的没有动手 我 没钱要看你们医药费的 抱歉 抱歉 你怎么着 我们一定会找到你 你逃不掉吧 我不逃 我不逃啊 我绝对绝对不逃 你这小孩怎么这么倔啊 你们半年都没交房租了 赶紧给我搬出去 妈妈说我租的这里 这里就是我家 你不能抢走 你赶紧让开 你少了再让开 一会伤你 我可不得了 我看谁敢伤他 你谁啊 我是他二 二师弟 什么伤你 你是妈妈派来的新徒弟 和我一起来保护武馆的 对不对 对 二师兄 有我在 你别怕 谁都会上阵 你看 把这买下 把我手续来找我 好的老板 就是因为这个暴露狂 我还要赔腰费 我哪有钱赔腰费啊 伯爷 你妈妈呢 妈妈她工作赚钱了 伯爷 妈妈 你 你 感谢的话就不用说了 我已经接受了 感谢啊 谢谢你个大头鬼啊 我甩他们甩了三条结啊 好不容易甩掉了 这下又拉上我了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你定光把他们一顿揍 他们还以为我跟你有关系呢 这下好 还有朋友 这位女士 我帮助了 你现在还怪我去的合适吗 我 老板爽快啊 我家里还有一套 要不要一起买了呀 那倒不必了 我们的房子不感兴趣 您老板他感兴趣的是 房里的女人 我们老板他对女人也不感兴趣 这位先生 你拉着我们家孩子不放手 什么意思 把武艺交给你服养 我不放心 光天化日的 你拉着我们家孩子 你有什么不放心的 妈妈 他是二师姐 今天和我一起保护物馆了 什么呀 我今天过来 是要要回武艺的服养权 你到底是谁 有什么资格要回服养权 我是武艺生理学上的亲人 他的二叔 我们旗下也是最近才知道了 武艺的存在 所以我今天来接回武艺 把他带回旗下服 我们希望你能主动让出服养权 弟兄 你也只是他的小医吗 做什么春秋大梦呢 回发你 老板 上座了 这几天把睡一觉就起了 不错 忘了给你正式的自我介绍 我是你的县人 房东齐末 走 护衣 对不起 这个房子有的你久失修 该好好装一下 这儿 就要换个身上 安倍的屋子 都拆了 就算了 好的 多什么情况 什么感想我关门 给我盯紧点 别让被他发现 一切按计划进行 武娇娇是吧 合同上面写得很清楚了 如果甲方强行收回房屋 需要赔偿一方 一年的房租 把帐号发给我下午的住手 您先喝水 其实啊 你现在把我们赶出去的话 还要赔给我们钱 这多不合适啊 但是如果你让我们继续住下去 还能收租是不是 我把这房子都买下了 我把这房子都买下了 你觉得我还在乎这房子 哎大老是我钱过了 你看你跟我都是武艺的至亲 你用钱多到我不在乎这点房子 那 那 那你不如让我们在这里相亲相爱的生活下去 你想一想这个画面跟都没好 我买下这里呢 本来就是为了照顾武艺 可我今天见到你以后 我才发现武艺的生活环境 比我想象的恶劣得多 把武艺想了 我根本不放心 你要么 现在放弃武艺的富翔学 这个房子就归你 要么 你现在就从这个房子里给我搬出去 武艺 我们现在你搬走 富翔全想都不要想 妈妈 为什么要搬家呀 我们要被惠房东赶走了吗 对 惠房东 二师弟 我们说好了要一起保护武馆的 你快讲讲办法 你叫人家 但我一个你一起去 成功 你现在不就是行 就像我们说有一样 你看一下 你要开始了 啊 你 喜欢这个 这里是我家 我当然喜欢啦 让你和二师弟一起住在这里 二师弟我特别特别喜欢你 不过我的保护妈妈 她一个人在外会被坏人欺负的 如你所愿 你们现在就搬走 等一下 下 啊 大为我 小生电梯 嗯 今天我们的课到这就结束了 拜拜 来 来 我们再见 你是哪儿 五一 来 课训练 碰碰碰碰碰快点 妮可在这找一个最好的房间 把我的衣服放下 好来吧 小胸 你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 小胸 喜欢吗 嗯 没事 哎呀 好不好看 哎呀 要真的好看 你来干嘛 张张 嗯 耶 哎 干嘛不 这个琴 你怎么可能这么好心呢 一定属谁呢 他梦签 鸡胶 耶 班家 班什么家 这凉成美景的 都是个练功 练功 秦莫 是你自己要住进五管和五一培养感情 做五一的二师弟的 所以我才答应你公平行政的 不过 既然入了我五管的门 就得听从为师的安排 从今天开始 五管的每个许位都要集训 陆小胸 这是我和五一的约定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要不想集训也可以 除非你不想和五一培养感情 也不想做五一的二师弟 更不想练功 五一 你二师兄啊 他不想练功 又不想 我就是练功嘛 谁怕谁啊 来 好 继续 控制力训练 就是这扎马步 现在扎的稳 以后占的实 最后啊 才能占的空 你能不说话吗 你的确不能说话 但是为师肯 你看 练一下时间都忘了 重来吧 托儿 臀部和心 办法力 你个女人 能不能不动手动小条 五一 过来 给你二师弟 试饭一下 五 四 三 二 一 你们进入下一场 什么 还有下一场 怎么 你先撑不住了 想放弃啊 你让师弟啊 来来来来 谁说我想放弃 来 继续 二师弟加油 我相信你可以的 你还要 终于踢下来了 这小子也脱颖跑了 就让我腿都骑算了 怎么还不放弃 你这也不行啊 跑太慢了 要不然咱们改天 我要是跑多了 超过了你骑这辆小包车 不是他也不给师父面子 快救救救 这是和我杠上了 你现在是不是觉得自己不是合谅我 现在放弃还来得见 好 没有什么 是我骑摸做不到 行 来啊 来就来 你骑了 我的 徐大 你 找你回不去啊 起快点啊 我是不会把武艺的抚养权交给你了 笑了 武艺本来就是我们七家人 早晚会回到我们七家 你个外人 有什么好使我感动 那你问问武艺 他更喜欢跟谁在一起 他表现得还不太明显吗 他喜欢我 血脉相连 一眼就喜欢那种 你 行 不跟你一般见识 那只是一个小孩子的三分钟热度 亏你是个大人 还相信这个 我信不信不重要 你把武艺的抚养权还给我 我让你见识一下 什么叫做亲戚没有带 见到我可遵用 只说 走着瞧 我还想吃 那只能再成全后一口 我们就回家了 好吧 这一个不加强 贵是不断了 对不起 谈谈对付 跳下去 不行 小宝 小宝 武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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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怎么了 你没事吧 二十弟带我洗消消了 你你你你 我这招 你到底对我有何情 你不要自作多情啊 给我 快走 你竟然以为我会偷孩子 我堂堂其末 怎么会做这么不入流的事 今天这件事 你道歉 写个保证书 就算了 道什么歉 写什么保证书 我凭什么道歉 当然是我觉得你对我不怀好批啊 你把我当死了 你还把我当谁呢 你以后 离武艺两米远 我看就像不怀好业 你以后离我 也两米远 我看你对我才像不怀好业 我从今时 我像一二轮迟到了 谁这么像一二轮 你什么事啊 郭教授 你还说你不是对我不怀好业 两米 我们习武之人 磕磕碰碰 在所难免 你要是接受不了的话 你就不要留在我武馆 当徒弟 我再说一次 我留在武馆是监督你 并照顾武艺 好让武艺堂堂正正地回到我旗家来 我为什么要回旗家 你们两个要结婚了吗 才不是 别瞎说 别送我去幽儿园 既然这样 我们就要在世界上 最公平且最公正的方式来决定 石头剪刀布 我又 我还没答应呢 小小 你玩赖似的 行 那我们就让武艺自己决定 武艺 你想让谁送你去上前呢 小宝 小宝 二师弟 嗯 呃 呃 我最早 二师弟 呃 吃一块女生 过分 好累啊 还有一点就烦门了 呃 呃 呃 快这个 手 哎 哦 太早知道了 大把这些腿贴着你看不开心 好 开心 这个 好 干嘛 我们玩了 咱们以后再来 走 我们上次去 哦 这期末 不会这么快就能跟武艺培养出来感情吧 我天天在外面发传单 英雾不散的期末 天天缠着武艺 不行 这草莓的造型有点不特吗 我们齐总是草莓只是草莓尖尖的三分之一 您这盘是草莓屁股 我天这么大的屁股 太矫情了吧 喂 齐磨 我们齐总最近很辛苦的 你说话不要这么大声 他辛苦 这一枚工作二枚在吧 哦 这说到辛苦啊 为事要亲自给你疗伤 起来 我看你这身体还可以吗 还可以继续练 今天这天气啊 风和日暗 我觉得特别适合集训 我去换件衣服 五分钟后集训 我在找 我在找 您看 舅 这个集训要往命 这是你们我之间的私人 我真的往命了 您看 那你转个好词诗 底下个人是后吧 老板 作为您最优秀的助理 我一定护您周全 赶紧的呀 好累啊 为了无关我不能送信 我要加倍努力 你俩优的 你俩优秀的 喂 经理 什么 三倍热流量 全是学生跟家长 我马上就到 能不能行 行 你们先练长 没空回来 一会儿回来 我开门 啊 אח 嗯 哎呀 师傅怎么才要回来啊 我都练了好几个小时了 其实 其实你真的没太多吧 这衣服都淋湿了 我是不是有多过分了吗 其实 你不是这么辛苦 你把我一个饭圈给我不就行了 我用全 你学不学 妈妈 你回来了 叫我啦 嗯 叫我叫妈妈 小肉阿姨今天跟我打电话的时候说 你想吃肉了啦 妈妈做什么我最喜欢吃肉 我吃小妈妈 快去洗手 准备吃肉 太好了 太好了 阿姨姬晚上可以吃热肉了 今天为师的船单都发完了 大赦天下 勉强当着你吧 勉强 行了 我看她的这东西 杜小招 你这么缺钱 为什么抓着武艺的费赏权不放啊 他又不是你亲儿子 谁说他不是我亲儿子 谁说我亲 我就跟他打架 打到他不 行行行行 咱们不打架了啊 我就是看你这样工作 挺辛苦的 我不辛苦啊 我要在这里把五一养大 我姐姐只是失踪了 她肯定会回来的 我一定要把五一还给她 一枚 宇宙 一架 一枫 一枚 cyr 努力 加油 努力 加油 趁手逢一人 连自己的伤口还中够无依 齐磨这造型好奇特啊 昨晚说在这了啊 连自己都照顾不好 还想照顾武艺 干的还挺快嘛 还挺帅嘛 想什么呢 齐磨 他怎么在这里 童风许 你怎么在这儿 您看 当初入职的时候 我给你提的最基本的要求 你别忘记了 我再强调 衣服我只穿限量的 什么 这不是限量的 我一回来 我一回来 你一回来 就让你转衫 气质还比转 还是我个穿上的帅气 得吗 童风云 你来这儿干什么 我回家 回家 这是你家啊 差不多吧 娇娇家就是我家 齐总 你怎么会在这儿 忘了告诉你 现在这个房子的房主 是我 这是房东啊 我说怎么没听娇娇提起来 原来焦焦很久没有跟你联系了 毕竟 我在这住了很长的时间 这是小刘做给五一跟焦焦的 他们最喜欢吃 五一是不会吃的 多方言 你是不知道这个小菜里 压硝酸盐的号标是有多于重视吗 压硝酸盐在三天后达到铁钢 会快速减少 这些生活常识你不可能知道 减少不代表 高血压的头发 甚至在一些矮变 这些都会发生 实验不是拿烟菜当饭 你有些花招 防患也是不许 那烟菜是我们劳动人民之物 你还是传手 随你吧 反正他们是不会吃的 就像暖阳清场的那个项目 你怎么挣扎都是徒劳 最终 啊 徒劳人 咱们走着敲 小幻梦 妈妈 我觉得你最温柔的 是吧 我也觉得我超级温柔的 所以我要找一个厉害的人 来保护妈妈 哎呀 我们家小宝这么小 就这么通透了 那你有合适的人选了吗 有啊 二师弟 他 他哪里合适啊 跟我一起保护馆 防动物这么凶 还不敢对二师弟发火啊 他那个呀 是超能力 哇 二师弟还有超能力啊 那就这么适合了 小朋友 你可想清楚了哦 二师弟对妈妈 可一点都不温柔的 二师弟昨天把妈妈抱回我 还用火烤烤小熊衣服 是吗 是 老邦宇 我们家这下午事和脏火 都有阿姨来做 先回吧 没事 我也是 你忙你的 哎 这个椅子是我 你不能坐 你要是这么说 我还飞呀 这 这 哎 这 这 这 你怎么来了 这条女子的游戏 我在一二百女玩过 妈妈 我可以一起玩吗 小优哥 你怎么来了 我以为 你一直在出差呢 啊 他来找我的 一会就回去了 你们俩也认识啊 孙女生有信来过 我太熟 我这刚出差回来 就赶紧过来看看你的小偶 小菜呢 小偶做的 我们不许提起小菜 多多才糟 你干嘛怎么叫我娇娇啊 挺奇怪的 娇娇亲热吧 毕竟我们才是一家 这么说了 谁会我不吃小菜啊 你都不知道 小柔做这些小菜我多想了 那我和五一不吃 二师弟喊话 不要说得太懂 你吃惯了才知道 还是我们家五一最了解 五一 我问你 在我和小菜中选一个 你选谁啊 当然你得减特儿都要来 但是你没有小菜好吃哦 妈妈 我去画画了 画文画还得完成作业 去吧 老师问我说过了 不言 你作为我们旗下的继承人 你怎么能轻易说 这些个小菜好吃呢 我听说前段时间 房东一直来找事 小柔也是刚告诉我 其实没什么 都已经解决了 要是有什么难以置疑 你可以直接告诉我 真的没有 你别误会了 要不这样吧 你跟五一呢 先搬到我家去 正好房间还空着 小柔也可以跟你们做个伴儿 我还不想离开这里 万一我姐回来了 我怕她找不到我跟五一 而且我一生好不容易 才说服齐墨 让我们在这住下的 所以 齐墨真的是这儿的 房东 齐墨没有欺负你们吧 要不这样 我们可以把这个房子买过来 老房源 还真不好意思 我这房子开得像 你买过去 我是不会让任何人 欺负佼佼的 妈妈 我画文画了 我去外面玩一会儿 去吧 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啊 小柔哥 要不然我们出去走走吧 反正有外人在 说话也不方便 走 谁愿意出去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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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柔哥 你以后不说自己在这下 不是 二十一可是 没有可是 那是我女人 我懂 因为这些伏群太多了 以后就跟我来找我你 可怜的无意 我教教你可恶毒的女神 我回来了 你回来了 我现在就去做饭 你还知道回来 你是不是觉得外面的花花世界很迷人眼 你说什么呢 我教教 我看你是完全忘记了孩子的存在 你是不是皮又痒啊 那你和豆芳雨庆祝我我的时候 你知道五宜在干什么吗 我 她们这个家付出了太多了 你自己看 给我发个五宜照片干嘛 你看到了吗 惭愧了吧 你还觉得你是肥养五宜最适合的人选吗 你怎么是这么态度无厌的人啊 从现在开始 我不会再告诉你了 小柔 我正式通知你 明天我就要带五宜回家 今后五宜的一切都由我来负责 你要钱 冲我来 你在干什么 来啊 来啊 你打我啊 你打不死我 我明天就把五宜带回家 我再跟你说一遍 谁都别想抢走五宜 喂 林老师 妈 五宜妈妈 你是不是不在支持五宜课外活动呀 没有啊 我很支持她呢 妈 那好 你来救五宜医师来找我一下 好好好 我现在就去啊 林老师来 我也去 怎么 我不是五宜家长 我 好好好 还抢啊 还抢啊 小心抢啊 这是大抢啊 今天是五宜爸爸和妈妈一块过来的 看来还是很支持我们的活动的嘛 打住啊 林老师 我和这位女士没有任何关系 林老师啊 五宜有什么问题啊 是闯祸了吗 您跟我说吧 林老师 我是五宜未来的警惠人 所以你有什么主要跟我说 是这样的 五宜妈妈 五宜小朋友今天下午没有来交作业 达理小朋友是哭着回家的 五宜下午没交作业 是的 五宜妈妈 我们知道当家长的都心疼小朋友 所以我们采用的是轮流外形事件 是 我知道 之前跟达理妈妈都共通好了的 废物零用便废为保的这个活动 我们也进行了很多期了 五宜 你在干什么呀 这次是五宜和达理小朋友为一组 但是今天下午五宜没有来 达理小朋友哭了很久 才刚被他妈妈哄回家 我明明看到五宜捡了瓶子的 我也想知道 他为什么没有把瓶子带来学校 五宜 以后不准再讲阿姬了 阿姨 你可是 没有可是 那是我人 我懂吗 你会生下付出态度 以后就由我来照顾你 你怎么是这么贪得五宜的人 你从现在开始 我不会再放着你了 你来 你打不死我 我明天就把余理打回家 李老师 五宜真的是捡了瓶子的 只不过啊 被乞丐给抢走了 我是扔了一些垃圾 可你让五宜一个人去上学也不对啊 现在路况这么复杂 它还这么小 万一遇到什么危险怎么办啊 你自己看 我们看到你出现了 才放心走的 谁知道你会把瓶子弄我 然后还不乱猜测别人 你自己看 我们看到你出现了 才放心走的 谁知道你会把瓶子弄我 然后还不乱猜测别人 既然你问我了 那我就跟你讨论一下 如果一个人误会了 另一个人人品有问题 这怎么办 哦 五宜测这个人虽然脾气大点 力气也大了 但是也算不上坏人吧 话虽如此 可是我 谁说是五宜测了 总之 两个人关系出现了厉害 该怎么办 让他人事道歉咯 道歉 我 起来办 老板 其实道歉这个事很简单 你放心 有你的小说给我 拿你 秦墨 你穿过胸头套干嘛 这花给我的 送花了吗 哦 你只想跟我道歉 看在你这么有心的份上 我接受了 接受了就好 你你 是不是你啊 你只只只要被人亲自来啊 行 我把你救了 我就说道歉没有用 你非得想这么吵的办法 老板 事实要你自己道歉才有用 不是 大师兄啊 师兄 我这花回来了 大师兄 你把脸弄这么脏 你不怕妈妈说你啊 不会大师兄 放心吧 大师兄 我问你啊 有一个朋友 把妈妈吞生气了 怎么去吼妈妈啊 妈妈最好哄了 我教你 妈妈回来了 你这是去哪儿了 怎么把脸弄这么脏啊 我吃猪花了 猪花 老师说三个月之后就有花了 我要把它送给你 是吗 啊 咪 好了好了 那一会儿先去把衣服换了 妈妈今天给你做了 你最喜欢吃的小熊饭团 妈妈最好了 给二十弟也做一个吧 我才不给他给我 小熊饭团 不会是我的大师兄 你这小熊吗 二十弟也妈妈最喜欢惊喜了 你要让他开心 然后趁他不注意亲一口 妈妈就不生气了 你应该晚上不睡 在这儿干吗 在这儿 你 你想干什么呀 小熊 你有说什么 我想 到底想说什么 我想东西 我接受了 接受了 这刀线 也挺容易的吧 难道 是我做了什么反常的事 让他误会了 但是我很正常啊 难道 是像吴亦说的 他很适合我 我长相吗 是蛮帅的 不 清醒一点 行行 不能想这些 我都没了 喂 江江 我又失联了 有地方 赶紧过来 行 马上过来 是什么时候一九七说了 我准备了那么多话还没说 他肯定有很多话想对我说吧 江江 这么晚了他还去哪儿啊 干杯 干杯 小柔 你又再一次失恋了 嗯 的确值得纪念 但是 只是最后一杯了 我不能喝多的 等等等 你二十四小时照顾武艺 咱们什么时候才能大最长 小朋友吧 总是一眨眼就长大了 让可怕的探陶 我通通滚蛋吧 通通滚蛋 干杯 你就一直让武艺叫你妈妈呀 这样多当讨话呀 我姐不在 我就是她妈妈 别人都有 她没有 有少许 可是我们要是一直不回来 该怎么办 她会回来的 她要是知道 小宝现在这么可爱 活泼 听话 懂事 行行行 知道你家武艺全是最罪吧 你不觉得吗 这小子长大以后 肯定是一个放心纵活犯 可不是吗 他就那么一下子 就俘获了堂堂其走 这不是俘获 这是引狼入室 我第一眼就看出来这个期末 肯定是一个反派角色 小宝还能在鼓里呢 他不就长了一张帅脸还有钱吗 分长了淳朴的明灯的确可 哪有小宇哥那么急 你和我哥感情那么好 你可不能上演那种 心灰猪脉 比不过天降的狗血啊 可是小宇哥不喜欢我 我哥只是不擅长表达 其实我知道 小宇哥呢 就是介意我带着小宝 这 小宇哥 小宇哥怎么还没回来 不过是要什么微笑的 我还是出去 小宇 小宇 陆小宇 你看看现在几点了 齐莫 谁让你走了我们的生活了 齐莫 你这个放心总伙犯了 从我心里搬出去啊 啊 吴小宇 从今天开始 你要对我负责 我 什么鬼 你吃开 我怎么会做这种吗 你的意思 这件事情是要谁负责 当然你负责 全班那么多小朋友 都看到五一推我儿子了 本来这是一些很小的事情 可我们家五一却说是被冤枉的 而我 信任我们家五一说的每一个字 那你想怎么样 你家儿子先动手的啊 我家儿子手都破了 看什么我 这位女士 请你注意你的心灰 没事没事 我来处理 小胖妈 你也别生气 小朋友之间吧 磕磕磕磕难免的 别扯这些没用 赶紧给钱 好好好 对 二二他手都摔断了 可不是 还杨烟说让我好看 把我的小胖都吓哭了 你可就为你外甥做主啊 其用此理 他这分明是敲诈 那你打算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 那么多钱呢 你还真打算赔钱啊 难不成真是五一打上了他儿子 小孩子下属没情没重的 我一说不是太大的 那肯定就不是太大的 小宝的品行我最了解 那你还打算赔钱 这小朋友之间的事 说到底 还是大人之间的事 二师弟 妈妈因为我肯定 又要花很多钱了 大师兄 你因为这件事情不开心啊 嗯 那我问你 你和小胖是怎么回事 小胖说我没有爸爸 我说我有二师弟 他说我骗他 说着就推我 我就躲开了 他就摔倒了 大师兄 你多勇敢啊 小胖推你你都没哭 嗯 我现在也没哭 我是五管的大弟子 我最勇敢了 哦 你最勇敢了 那把事情交给二师弟 大师兄不要不开心 我不会让师父花钱的好不好 嗯 我倒要看看这个吴娇娇 能折腾出什么活用 那你想怎么样 你家人子先动手吧 我家人子手都破了 别扯那些没用 赶紧给钱 哦 好好 买买 二师弟昨天说 不用赔钱了 二师弟 嗯 他说他会解决的 其末 他能怎么解决啊 他不会 您不是家长 也不是公安机关 更不是我们这里的 教职工 这个监控视频 我们真没办法给您看 我实话跟您说了吧 这个监控视频 今天不管谁来了都看不了 除非园长的亲自 有你这话就够了 既然你相信不是五一弄上小胖 那这个事情就简单了 不简单 这间幼儿园的园长 是小胖的亲舅舅 所以小胖妈在家长群很有威望 我们家长都怕他 小胖在班里也是横行霸道的 要是谁得罪了小胖妈 他就会在家长群里 孤立这位家长 从而导致小朋友在班上也被孤立 这件事情不是第一次 肯定也不是最后一次 所以呢 所以你不了解情况 就不要乱插手 你会越搞越乱的 我会在家长群里呢 多发一点红包 再买一点礼品 去看望一下小胖 家长群 是谁进去吗 对啊 我也是五一家长 我要进去 那行 我去找小胖妈 传她道歉 我拉你进去 拉你进去 但是我们说好了 你不要乱讲话 不要张扬啊 知道了 看我心情 先走了 我怎么把她拉进去 这个气不错会听了 小胖妈那边我还没 五一妈 小胖妈 我刚才正要去找你呢 对不起啊五一妈 您大人有大量原谅我吧 五一妈 什么情况 虽然也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小胖妈不追究 我不用赔钱 那就是根本解决 就要好好庆祝一下 这新来的名媛 长得太帅了 什么时候开家长会了 那家长能配毒吗 什么时候来到个名媛园长 能到小胖妈道歉 是因为这个名媛园长 这新来到名媛园长 也太帅了 什么时候能让我们去看一眼 五一爸爸 新园长是五一爸爸吗 我都不知道 五一爸爸是谁啊 各位家长 名媛 我的名字叫启莫 也是五一的家长 你什么时候成名媛园长了 那小胖却就呢 你怎么做到的 当然是能力出众啊 你有什么能力出众的呀 我也能力出众 我们之间是有本质的区别 有什么区别啊 无办无管 带孩子们强身见底 陶冶情操啊 纵容恶事 那么像五一这样的小朋友 还有可能会受到伤害 所以我担任名媛园长 就像时刻提醒学校的 管理层和老师 彻底杜绝这样的问题 面对老师和小朋友 一视同仁 面对问题的时候 都不会推卸责任 或者视而不见 只有这样 才能培养出像五一一样 优秀又聪明的孩子 这块小胖 秦莫买下了幼儿园 小姨回到琪琪去 是不可能 再让她去那个幼儿园的 秦莫那边 你要定好 好的去读 秦莫这是什么意思 她休想坏了我的好事 吴燕 最近二师弟 为我们努力了这么多 我们今天好好靠靠靠她 好 我说这些好吃的 都是二师弟准备的呀 谢花 谢佛吗 你自己都是个小孩 还要带个孩子 真辛苦你了 妈妈我就说二师弟就别适合 吃饭吧 对赶紧吃饭吧 这边是没加香菜的 秦莫还挺新鲜 味道我平时都不吃香菜 其实 她平时也蛮照顾我的 对了 最近幼儿园的家长们 都问你和五一 是什么关系 你怎么回答的 说是说给 二师弟啊 二师弟 比起二师弟 我还更想要一个爸爸 是你 又还更新鲜 尤其是 你 你能在一起做什么 可是我家不方便吧 你家有什么不方便的 我财恋爱呢 你怎么这么快就脱胆了 哎呀 不管嘛 你就帮我照顾我个几天呗 我哥就拜托你了 快来 不是 哥 有我的助攻 你一定可以的 东方云 你把他当旅店还是饭馆的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吗 我也只是闯过家看看吧 行了 看到了 我很好 你可以回去吧 赖在这儿不走的人 应该不是我吧 恐怕你还没搞清楚 我才是这儿的饭东 你们在聊什么呀 没什么 东方云说他累了 想回去休息了 他不走了 我不同意 你为什么不同意 我是房东 我说了算 我是这儿的租货 我说了算 把规矩 剪刀石头 谁赢 谁说了算 剪刀石头不赢 我赢了 东方云 你可以走了 东方云还在房间等你帮他洗澡 你快去 我快去 我知道 我知道 我不同意啊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 出差 刚回来 所以 接下来有空多时间来照顾你跟我一样 哦 你是专程来看武艺的 我是专程来看你的 小语哥吃住 小语哥吃住 小语哥 时间也不早了 武艺还在洗澡 我先去看看他 好 好 小语哥 我专程来看我的 小语哥 你 你 专程来看武艺的 我是专者来看你的 你自己都是个小孩 怎么在小孩 我想什么呢 我问什么会让他们两个地方 又是童话水 真令人不熟 东方云 我警告你 我期望这被子 没有和另一个人在一个房间睡 别给我反出任何事想 老泽 别怪我把你赶出去 童话 那我走就到了 也不知道童话是谁 不要让我跟他睡一个房间 好 那我就知道没睡 等一下 我就勉强 接受你在这儿住下吧 请问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如果齐梦真的是为了武艺的抚养权 以他的实力早就能把武艺抢走 可他为什么还有大非洲商的住在这儿 龙方云 你半夜不睡觉发什么闪惊 齐梦 你为什么要一直住在佼佼家里啊 看样子就算不理他 我尽管一杯小水 行吧 龙方云 今天我就和你开城不空的聊一次 那你住在娇娇家里 真的只是为了武艺的抚养权吗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为什么总在这儿 我跟娇娇是青梅竹马 也可以说从小看着他长大 我伯伯照顾不过来他们姐妹俩的时候 就会把娇娇送到我家里来照顾 我给他买的第一个杨娃娃 第一次送他去学校 包括他父母去世 我陪他熬过最艰难的时刻 那又怎么样 我了 是这个巷子里面公愿的一对 我们双方的父母都希望我们长大成了以后 变成亲家 小柔也是早早地把娇娇当成大嫂来对待 所以呢 还不是没有缘分 要是你请我愿的话早就在一起了 不是缘分的问题 我一直接受不了 娇娇抚养武艺 不过我现在想明白了 既然我喜欢娇娇想要跟他在一起 那就要坚持武艺 至于用什么样的身份成为一家人 这已经不重要了 大柱 我可不想跟你成为一家人 那是你能决定的吗 行 我去跟你分析一下 你们所谓的青梅竹马一起长大 二十多年了都没在一起 这是什么 这就是有缘无缘 说明武娇娇心里本来就没有你 还有 你说你接受了我 虎娇也接受了你吗 我就不信命名和缘分这一套 你信不信独仲呢 我是武艺清选的二十弟 这是什么 这就是命运 这就是血浓与水的清求 没想到你跟武台单身 全个道理还偷偷吃到 那这样吧 我跟教教教求婚 把武艺的抚养权给你 一举两个 不行 怎么不行 知道 是啊 为什么不行 齐总 你是不是肠胃不好 谁肠胃不好 明明是你还恶人心高中 我要不是看你睡得香啊 我早就把你赶出去了 才不是 这东方雨还不是人嫌弃啊 这东方雨 还不是人嫌弃啊 这东方雨 刚刚跟我交交手了吗 哎呀 不会的 不会的 二十弟 东方叔叔已经做好早饭了 大师兄 不就应该他做吗 我也不会啊 妈妈很喜欢哦 都夸了东方叔叔了 走 小小小 你最近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 你要遇到什么困难了 可以跟我讲 小语哥 这好好吃啊 这是今天的店里买的吐司 明天我做给你吃 会更好吃 不就是做面包吗 谁不会啊 那你来了 那你来了 来就来了 这是今天这种做饺子用的 怎么 不给我用啊 没放酵母 那又怎么样 我就想用这个 那还真是心想 你以为听说做面包 不放酵母的 这个呢 就是我做面包的特别之处 你不懂我不乖 但你要虚心想招 我不会 一个连生活常识都没有的人 你教我 这样吧 道个歉 道个歉 我去教你 我还真不信这个邪了 哦 我错了 你教我 你这个道歉态度不长考 不教 有些人吧 就是嘴硬 就像早上放一屁都放一屁 你今天这么幸福 来 给你这个分鲜 注意一下 小宝 你今天有个很重要的任务 你知道是什么吗 是什么 就是看好这样 两头大架 啊那妈妈交给我 交给你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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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开心就好 拜拜 啊 走走走 带上去 睡睡觉去 睡睡觉去 不乱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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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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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啊 啊 小宇哥 哎 二十弟 为什么总是你来接我啊 怎么 我来接你你不高兴啊 高兴啊 我知道了 你想让你妈妈来接你 我吃醋 我想让你们俩一起接我 那你跟你妈妈说了没有啊 没有 你为人不说呢 二十弟 你是不是想跟我一起生活 对啊 我也想跟你一起生活 不过我不想你疼妈妈 那我问你 在我和妈妈中选一个 你选谁啊 我不想选啊 不过你可以当我的爸爸 当你的爸爸 对啊 你们结婚就不用拿为我这个富费小孩了 我不用离开妈妈 还多了一个爸爸 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好好生活 该多好啊 来 我还记得小时候 你喝个水弄得到处都吃 然后在我身后 偷偷拿我的衣服擦嘴 这都被你发现了 那你为什么不阻止我啊 你小时候多可爱啊 天天跟在我屁股后面 像个小跟班一样 我怕我告诉你 你就不做我的小跟班了 怎么会啊 我一直以做小雨哥的跟班为一种 怎么把我的秘密都说出来 没事 以后 这就是我们两个人的小秘密了 我的衣服 你随便擦 我好怀念小时候啊 晓晓 其实我更憧憬未来 衷起和你和武艺 以后未来的日子 我还要去接武艺 那我 我先走了 我和你一起去吧 没事 我先去换衣服了 是在这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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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了那图啊 我为什么会逃走啊 这些年 我最期待的事发生了 我却逃走了 你看 是不是在这个可爱店旁边 好像是 你们都是因为奇梦 我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我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喂 奇梦 我看我这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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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师弟像我这样 大师兄 为什么涂完唇膏要这样呢 这事实上说了 两个人清完嘴就会在一起 又是你妈妈 等你来看电视啊 这个是妈妈的唇膏 你秃了妈妈的唇膏 就算你们清完嘴了 伯爷 你就这么希望 我和你妈妈在一起啊 当然啦 你这么喜欢妈妈 谁说我喜欢她了 我可是奇梦 这么大的房子都是我的 你住的房子也是我的 我只是你妈妈的房东 你是不是喜欢妈妈呀 大师兄 从来没有喜欢过别人 你明明喜欢妈妈的 我都看得出来了 一七二十一季 我还更想要一个爸爸 我喜欢她吗 老板 需不需要我帮您确认一下 有个小时候可在 拿捏 自从奇梦来了以后 怎么每天都感觉怪怪的 晴天霹雳 我该不照倒霉了吧 不行 绝对不行 燕凯说了 如果你跟她发生肢体接触 比如摸头牵手 从背后抱住她 她会变得灵活 呼吸气聪 眼神多闪 那就说明她喜欢 你没事吧 没事没事 没事 没事就好 我一会儿叫你了 赶紧去 嗯 你没事吧 没事 没事 你没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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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事吧 你没事吧 我又是爱 你还可以吧 必须可以 其实 不对啊 随风特别太轻了 他等着干嘛 神教兮兮 不是为了抢灯你的不安全吗 什么 你看 我说你能不能靠谱一点 三想 我还要结实的三想 老板 我也忘了武娇娇这人是挺可处的 谁想想您这还没进身呢 就 轻点 所以你说的都是骗人的 我根本就不喜欢武娇娇 我根本就不想知道他对您的太多 不想 其实吧 我还有一个办法 不用靠近我娇娇 也可以知道他喜不喜欢你 如果一个人喜欢你 他也许会说好话偏 也可能会装作不认识 但是他的脚尖 是骗不了人的 一定会嘲笑你 老板 我努力克制对您的敬爱之业 胡怡啊 你有没有想过 要一个爸爸呀 就是可以照顾你和妈妈 当然想过了 我觉得二十弟就特别适合 齐 齐莫 对啊我最喜欢二十弟了 他长得又帅又会保护妈妈 还是我的软掌呢 那 和我比起来呢 虽然东方叔叔也很帅 不会保护妈妈 但是你总不在妈妈身边保护他 昨天秦伟也太不对劲了 这些家长也真实 他一个后院长了 九十节 麻烦他这么多 你看 将近 你跟你说是什么呢 你们俩嘀咕什么呢 你没有 这都是什么呀 武艺班上的家长们 都给你准备了节日礼物 这个呢 是小伟妈妈送你的爱心便当 这个呢 是晨晨妈妈送你的老家特产 哦 这个 紫晴妈妈送你的冬天第一条文鸡 我不要 我就偷偷 这是武艺小朋友妈妈准备的 你要是不要 不要 你还给我准备了礼物呀 哎我见到无疑妈妈的礼物 你看啊都给我特许好的老板 谢谢 哎 他怎么怎么这么开心啊 我们老板他了 那是恋爱喽 啊恋爱 跟谁啊 小姐还是重重如意啊 妈妈我想喝水 等一下啊 哎我来帮你吧 来 喝水 慢点啊 这都一整天了 他的小姐从来没有吵什么 难道 他人都喜欢我 靠 先看我干嘛 我靠 老板 这回是不是吻了 想象您就像我别憋着了 我都能从您这张帅气的脸上 看到您深藏不露即将溢出来的微笑 念看 你最近是不是太准备去基层体验了 一而再再而三地狗我 以我的经验来看 我很确定吴娇小喜欢你 念看 你看人的眼光是鬼 但你的方法根本不可靠 这吴娇小的小姐 永远冲动 那您有没有看我一不在的时候 哎呀不看了 以后我再也不相信 没事 老板 其实也用不着缺染 我很肯定吴娇小姐就是喜欢你 所以我们接下来 一许进攻 直接打架 进攻 怎么进攻 老板 不要忘记你的身份吧 明天要开全家福啊 对啊 老师说的 必须要拜拜妈妈一起 这老师怎么提这样的要求 这不是故意围围着我们 孝孝 我觉得老师提的要求也不过分 不过确实有点为难 不为难 二十弟就很适合 他怎么适合啊 一二三 就好一起加三口 也对啊 看小女哥也可以啊 那不行 我和吴仪宣和雨水 你也算搬个亲戚 他都放雨算什么呀 派全家福 当然让家人一起派才对啊 家人 大姐说 今天 天空不作美了 现在不能拍了吗 今天拍不了的话 我们还有明天啊 说不定明天就不下雨了 可是我跟达姐说好了 晚上他看我的传家福 吴依 你想拍什么样的传家福 我帮你搞定 真的吗 真的 太棒了 太棒了 来 飞了飞了 照片打印出来了 这么多张 嗯 看电影还知道 你怎么回事啊 身处反常必有妖 拿来我看 别看 原来你喜欢这张 好吧 在展会就带这张咯 要不算了 我觉得这张拍得不好 我认了 我挺喜欢这张的呀 是啊 那什么 点快开始了 走进去了 电影选的不错 挺好看的 我腾腾其木 这点品味还是有的 有有有 那个 照片可以还过了吗 那我得好好考虑一下 既然你这么喜欢这张照片 那 我们收拾剪刀布 赢了的话 照片归我 那是输了吗 输了 照片由你主战 比如说 带去开家长会 毕竟是你布置的 谁 谁说是我布置的 你怎么知道的 是不是严谈告诉你的 当然不是了 你自己啊 都洗在脸上了 这样吧 我要是输了呢 我帮你实现一个愿望 你要是输了呢 也帮我实现一个愿望 休想套路我武艺抚养权啊 你还不信任我 你还不信任我吗 那倒也不是 就是习惯了 这样 我答应你 这只是我们两个人的愿望 你要小心了 我可是有很多愿望的 我一定 那话别说那么早 来 剪刀石头 你 这边给我啊 我要先实现哪个愿望呢 当然是 最重要的 你看 你要是去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好像会 老板 我就说我佼佼喜欢你们 我没有项目 把东方旅馋住 他一走 你们先斩石头吧 行了行了 小舟给我 拿您 看来 吉莫那边 是烤不住了 白鸣 是要和我 对着干了 祇从接下来 你再交给我解决吧 我抑着小鬼头的眼光 还不错 你赢了吗 你要试验什么用 我帮你 齐总突发心可 现在安平医院抢救 胆虫快起床啦 家长会要迟到了 齐莫人呢 他没来肯定是上幺儿软痴了 我也不知道 那我们吃过早饭 给出发吧 嗯 齐莫能去哪儿呢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 我再也扶回去 对不起 你怎么说一不容易 用戴药轴 齐莫怎么一整天都不接电话 喂 李老师 齐院长后来有来过幼儿园吗 好 谢谢你啊 谢谢你啊 妈妈别生二十季的气了 她没来肯定是有什么事情 我倒是希望啊 她单纯就是忘了 妈妈已经开始担心她了 对不起 秦梦 直到你还没睡 晚上也没有吃饭 所以给你准备来点吃的 我没事 只是有点担心她 她那么大的人了 不会有事的 她那么大人了 从来没有不辞而别过 更不会错过 无意的家长会的 焦焦 来 咱们好好吃个饭 然后你安心地睡觉 如果明天没有她的消息 我陪你去报警好吗 谢谢你啊 笑语哥 我叫焦焦什么时候 对我为什么客气了 没有了 焦焦 你这么在乎她 如果是我的话 你会怎么样 妈妈 二十弟回来了吗 嗯 还没有呢 那你给她打机会了吗 要不我们去找她吧 卫逸 我给你做了你最喜欢的鸡蛋三明治 走 我们去吃早餐 东方叔叔可以给二十弟也做一份吗 他回来会肚子饿的 好啊 东方叔叔可以和我一起找二十弟吗 好 我陪你一起 小小 先别舒适了 走 去把早餐吃了 没事 我还不饿 等会儿我就去上班了 今天要是不舒服的话 就别去了 没关系的 妈妈 我想二十弟了 秦牧那边 我来找吧 不必了 就像你说的 他已经是个大人了 他应该知道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小赵 小语哥 你怎么在这儿 你不是去接五一了吗 我是去接五一了 但五一被别人提前借走了 被谁接走了 先不要紧 给你看看东西 五一应该是被齐家的人接走了 而且我已经打听过了消息 齐老已经渡过了危险期 回到了齐家 你去找他 别当心 爷爷会好起来的 回忆 本爷爷行了 我们跟爷爷打招呼 我就先送你回去好不好 妈妈现在在着急呢 我也想陪爷爷 但我不想让妈妈担心 快 爸 医生说你已经脱离了危险期了 在家休养一阵子 就能彻底回复 人老了 也没有多少时间了 五一啊 想不想和爷爷一起生活 想啊 那以后就搬过来和爷爷一起住 爷爷会给你所有好玩的玩具 和好吃的好不好 爸 爷爷那不行 我还得保护妈妈呢 不过你可以搬来武馆和我们一起住 搬来武馆 那如果爷爷只想和你 爸 我阴雨出来也挺久了 我先把他送回去吧 挺久了 他和那个女人住了多少年了 我想见我孙子一会儿 你又说啊 挺久了 喜梦 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爷爷那我再陪你一会儿好不好 爸 我的意思是 您身体刚恢复 需要多休息才是 哎 我小姐我小姐 您烧烟物造 齐总马上就出来 老齐总现在身体状况并不是很好 正是需要家人陪伴的时候 他需要家人陪伴 那就抢到我的家人对吗 只是暂时 五一还不能回去 为什么不能回去 小小 我爸现在身体还很虚弱 只需要五一再陪他两天 两天以后我就把五一给你还回来 好 我为什么不能带走我儿子 秦梦 你到我们家来 就是要拆散我孙子是吗 小小 谢谢 你的意思 这件事情是要谁负责 当然是你负责 你开了什么孙子 这位女士 请你注意你的心闷 纵容恶人 那么像五一这样的小朋友 很有可能还会受到伤害 所以我担任名誉园长 就像时刻提醒学校的管理层和老师 彻底杜绝这样的问题 只有这样 才能培养出像五一这样的优秀 又聪明的孩子 是你 你你你 我 verst 你到底對我有何企圖 你自己都是個小孩 還要帶個孩子 真行嗎 媽媽我就說二十字就別適合 小姐 你覺得我也都是假的嗎 他所做的一切 只是為了強制無疑 嬌嬌你怎麼不接電話呀 嬌嬌 人呢 嬌嬌 嬌嬌 喂小柔 嬌嬌跟你在一起嗎 沒有啊怎麼啦哥 那你知道他心情不好的時候會去哪兒嗎 應該去餐廳吧 好的 老闆 再拿兩打啤酒 我今天終於可以肆無忌憚地喝 小柔 你真的想跟寂寞生活嗎 小柔 你是真的想跟寂寞生活嗎 小柔 小柔 寂寞 你這個天啊 你為什麼要騙我 對不起 我錯了 嬌嬌 你知不知道我為了五音什麼都能幹出來 明天 明天我去去你家偷孩子 知道了 我 我要向你家光顧 我們到底是哪裡做錯了 為什麼會變成現在這個樣子 快點 慢點 老闆 你這樣對我小姐 會不會在殘殘嗎 你把五音帶走了 又不接她電話 老闆 你確定你要想走嗎 慢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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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柔 其莫的出現 真的會打亂我們鴛鴦的軌道嗎 孟姨 小柔 小柔 從今天開始 我要好好地保護你 不要你受到身後的傷害 請問的人請走了 新聞 我看到了 做得非常不錯 準備好撫養權和過激的相關文件 撫養權 你到手 就馬上召開股東大會 好的 這是你放棄無意撫養權的一些手續文件 請您簽一下 我是不會放棄撫養權的 吳小姐 我勸你好好想想 一個單身女子 又沒有固定經濟來源 連自己都養不住 你拿什麼撫養吳鴦 但其一家就不一樣了 什麼都能給她最好的 那又怎樣 我是不會放棄無意撫養權的 如果房子收回 你的無管倒閉呢 請不要收回房子 她怎麼能拆 吳小姐 我勸你想想清楚 咱們選 才能對你和無意都好 我勸你 還怎麼辦呢 我不能離開無意 小小 你放心吧 我一定會幫你守住 無意的撫養權的 哥 你現在求婚 是不是有點激進啊 不能再等了 以佼佼現在的生活狀況 很難跟其家政党扶養權 只有我跟佼佼進去 才能幫她守住小寶 這是在其家動手之前 最快的辦法 可是我覺得 有點唐突 那你的幸福呢 只要能跟佼佼在一起 就是我最大的幸福了 況且 我早就應該這麼做了 小寶 小寶 媽媽 有沒有人欺負你啊 沒有啊 我跟二十幾位好了 要跟媽媽有個驚喜呢 驚喜 奇墨要帶武衣回家 武衣 媽媽您不說了 二十弟來接我了 小寶 無論怎麼樣 媽媽一定會帶你回家的 她和那個女人 一起生活多少年了 我想見我孫子一會兒 你又說 挺久了 奇墨 你到底什麼意思 老闆 奇墨的身體重複 的確容易所想 而且張美說 那邊動向已經揮報了 可視以後 發給檀記者那邊 明白 賣掉一些其他的股票 隨時準備炒利 我們自家 但是現在有個 更緊迫的問題 說 東方羽那邊 好像是要打算 和武蕭嬌 修毀 小宇哥 你 你這是幹什麼呀 我知道這都年來 說一點突然 但這是我們最好的選擇 我們結婚的話 就可以給武衣 一個健全的家庭 穩定的經濟條件 就沒有人能夠搶走武衣了 學生 武衣呢 學生 我說你 我不會傷害武衣的 我向你保證 武衣他一定沒事 相信我好嗎 這次傳訪已經準備好了 所有提問 回答 及稿件 我已經全部確認過了 股東那邊 都交代好了嗎 是的 已經讓所有股東們都知道 您即將擁有武衣的撫養權 和齊俊留下的 百分之二十股權 那 還需要同時期望嗎 要不是他辦事不利 何苦我大費助長 出來演戲 爸 為什麼這上面說 你已經拿到了 武衣的撫養權 這不是 找到小宇了嗎 我就是想告訴大家 齊俊 有厚 我有孫子 他小宇 就是我們齊家的人 吳毅現在年紀還小 根本就不適合現在回齊俠 我想等他大一點 再把他接回來 胡說 齊俠人 怎可能跟外星 馬上宣布 馬上辦手訓 馬上改名 感謝大家對我的關心 我的身體 我的身體已無大礙了 只要多謝我的大兒子 齊俊 他在上天保佑著我 也指引著我 找到了我的孫兒 那百分之二十的 股權的繼承人 就是您這位 剛剛找回的小孫子嗎 在我兒子的遺囑中 他把百分之二十的股份 給了我的小孫子 不能蓋回孕營 可是 武衣的撫養權 從來沒有給得過你 而是在武嬌嬌這裡 到底什麼關係啊 那股權到底是誰的 武衣的確是你的孫子 可是 我大哥為什麼沒有 把股權留給你 因為他早就意識 你只在會顧權 根本不在 作為武衣的監護人 我決定將有 百分之二十的 副分單面影權 交給武衣二十 也就是騎士集團的 齊末 我回來了 我回來了 你 谢谢你 谢谢什么呀 谢谢你相信我 也谢谢你 把五一带回来 除了五一 我也喜欢了有你 在这个小院里 见证了我们的点点滴滴 这个时光里我们一起成长 你抹掉了我的嚣张 立即 我也感受到了你的唇凉 很紧张 晓晓 我爱你 只有有你在 我就觉得很安心 谢谢你陪五一一起长大 未来的日子里 是我来守护你了吗 我想和你有个家 嗯 再给我 嗯 嗯 哈哈哈 嗯 嗯 哎呀 爸爸妈妈是要我帮忙吗 你 你呢 二师弟 你快来跟我一起唱呀 你怎么跑走了 我们马上就来 喂颜凯 喂小柔 小宝今天跟我走 不行我可是齐个晚排的 江天花的票都买好了 可是小宝都喜欢我呀 是吧小宝姐姐带你吃吃奶油蛋糕 好不好呀 小宝喜欢谁还真不一定呢 那我们就一起啊 买了奶油蛋糕吃看江年花呀 我们出发吧 好走吧 好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